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介绍这位人称挂包博的廖荣吉 也许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每年过年 媒体都会报道他 伴桌招待街友 从1987年开始 将近30年来 他办了20次的街友宴 他经营的 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挂包摊 拿来这么多的收入 可以支撑每场 至少四百万元的街友宴呢 又是什么样的信念 支持他一路走来 助人为善 我们一起来看 挂包博的故事 有那个幸福回家的感觉 比家里还温暖 差不多六七年了 很温暖的感觉 不要看身份证啊 来就可以吃啊 什么人都可以 你爸爸 你妈妈 你老公 你儿子 都通通可以来 三代通通可以来 那个麻通通也可以来 虎啊 虎啊 阿库再来 快来 快来 好 54箱数公斤的 海劳阿渔获 从宜兰南方澳新鲜直送 这是挂包博三十年来 办的比20次街友宴 这次规模更盛大 四面要办一千桌 南方澳站住 三千公斤的鲜鱼 这个都应该这个银锅 这个都叫鱼鱼啦 这个都没卖的鱼啊 这个都不够的鱼啊 这都算了鱼 一百五十万以内还可以 一百五十万以内 超过就要向天求助了 食材有自投邀包买的 更有一半以上 是各方善心人士赞助的 总共三万六千多公斤 分四天陆续送到版斗现场 一箱一箱堆得像一面墙似的 里头全是鸡肉 就有七千多斤 还有瓦跳跳的白虾 猪脚 关妙面 蔬菜 香料等等 甚至还有这个牛樟汁 这是什么猪吗 牛樟汁 这个牛樟汁 你可以吃下去 中央研究院陈水连博士赞助 一公斤五十万以内 拿大约四公斤 现在要煮烤的吗 然后叫做人生机 所以有人关什么就煮什么就对啊 对对对对 食材很有意思 人也很有意思 晚上再帮你载过来 在这里我 怎么啦 没有啦 没关系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现在五年了啦 五年现在 现在要给我们尊出现就知道了 每年都三百五十斤 还有 等下就知道 不知道我们老婆 我们家都不知道 等下就知道 等下就知道 就是为善不育人知的地方 对 我不是说 但是我们老婆 等下我们家都不知道 我现在是我们老婆 我们老婆都戳了才有回来 这些都回来 都不让我轎过来 就是很有意思 社会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人 当然要多多帮忙啊 对不对 意外被我们镜头拍到的 香肠赞助者林先生 郭宝贝啊 终于见到本尊 好感谢 林先生也谦虚透露 他只是接棒 做善事而已 因为早期的时候 廖先生 他就是骑了个脚踏车 然后到市场上来买猪肉 那他要买很多的料 但是他身上没有钱 没有很多的钱 所以说他希望能够便宜一点 然后我的父母就问他说 你是要做什么用 他说他想要办街友宴 所以说我的父母就告诉他 这样好了 你买一斤 我送你一斤 所以说就结下了这个缘 一直到现在 那到了后来 哥哥继承了家业 但是前几年 哥哥因病过世 所以林先生接下了这棒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去传承下去 开心付出的 还有这一位80岁的陈妈妈 我10万年了 我的老人年金我都没钱 你赚了 这两年三四五 你一个年老人年金 三千五年 我五千 你又措施敲起来啦 你半年就要五十九年 当然也十年要 半年不用这么多 两千三千 我不用这么多钱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街友事业劳工们 能够温暖围炉的宴席 于是从三十年前的五桌 慢慢变成十桌 二十桌 一百桌 到现在有一千桌 第一样物就是要街友宴能够顺利 所以宁可花钱找人 也让部分街友有了工作 我听人家说你平常是在流浪 现在才来倒茶缸 我应该看得到我 千万时间看不到我 你来倒茶缸就算七桌了 是啊 这些面团 最重要的 这个要不要烫鸡啦 这... 这... 做一次要四两万元 这一桌做了要怎么办 做了...看不到我 你去哪里 七桌了啦 讲得很随性 但手上的工作没停过 今年由瓜巴贝亚发起 以及众人力量的盛宴 万事皆备即将展开 好 好 没有了 这就对了 好 快带带带要去... 要去擠 快点要去擠 好 好 那现在知道吗 不然现在台湾 做唐宋尼 要去擠 快看着就对了 好 快 我跟她交代 我要回家的发电机坏了 发电机坏了 发电机坏了 对 发电机坏了 我快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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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来得及拿下来 就已经扯开嗓门张罗 因为突发状况 阿贝很着急 我只说你这盒刚好 不然就有盒子了 不是 这盒子 这盒子不败 不败 不败 你刚才两个酒了 你现在就不早 不开门了 一年问了三次怎么办 因为绊斗 时间分秒并争 要看 那些多小的 那些都擠到 擠到那儿 快点 那些10点 10点 对 十点 那是2点 那我滚扭车 那马车就掉到 你帮我说 我就转到了 对 等一下 我 droél 我2点罢了就 Isabella 我坐下来 阿伯就像小蜜蜂一樣 嗡嗡嗡忙的不停 雖然九點才開桌 但七點不到 來吃這場練習的人 遭遇從四面八方集結而來 甚至已經坐在位置上 引頸期盼 背著麥克風的張大哥 是郭巴伯亞多年的好朋友 現場秩序都靠他 有多久一看最開心出你的情形嗎 有 有多久記者來 他講出五字經對記者不禮貌 最主要就是 社會的落差差太遠了 你看阿桑 湯啦 上桌啦 阿火車丸趕快來 趕快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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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師們找不到糖 醋 阿北也要幫忙找 喝口水看一下全場 才一轉眼阿北又不見了 眼看著開桌時間 剩不到一個小時 所有人穩住節奏 不敢怠慢 好幾年了 當初怎麼想要來幫忙 那你請後面到什麼 比寶寶的 寶寶的 為什麼 你是老闆朋友嗎 還是... 我...我媽在家裡 好 兩點多都到現在了 反而你有的話 我要做 真的喔 好春 他半幾年已經要幫五年嗎 當然啦 真的 這樣動我 我還能動 還能動就繼續幫忙 一攤一百二十五桌 烤得金黃酥酸的茶額 一個上午得剁至少六十二隻 旁邊的人看得手都痠了 蕭先生剁盾了兩把刀 嘴上開玩笑 手卻沒停過 在場每個人都是這樣 累卻不含苦 或許這就是老生常談的 使比瘦更有福吧 以前小孩沒人吃 沒人吃的時候 開運刷場賺很多錢 就... 創作給我吃 本來是好像... 說得好像... 東桌熊好像... 弄一點... 不會想到有什麼 辦得這麼大啦 就五週很簡單嘛 對不對 以前呢 沒有吃這麼好啦 來就... 又不要看身份證 來就可以吃啊 什麼人都可以 你們爸爸 你們阿嬤 你們阿公 你們兒子都通通可以來 三代通通可以來 那個麻通通也可以來 說著說著... 外場又有狀況了 外場又有狀況了 現在狀況怎麼樣了 狀況... 狀況太... 太複雜了 來... 拿一個... 今天可能的標準 因為... 人數太多了 今天人... 人數太多了 那怎麼辦 要做人數管控嗎 還是怎麼辦 沒有辦法了 快點啦 快點啦 開動了啦 快點... 來不及了啦 郭寶貝啊 再度出現了 這回交通工具換成火車 你在哪 在放啦 不夠放啦 不夠用啦 先揭一下 揭一下啦 阿伯一直發說要打來打來打來 就沒為了 還想要繼續給大家吃就對了 對啦 你看那車 那車都燈了 那車又減一台了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這麼樂觀 其實他也煩惱這麼多 就當然 每晚都沒睡到 都要玩樂 玩樂都會玩樂 沒有玩樂 你怎麼都知道 那精神的壓力 很多很多 我們會燒烤嗎 有糖紅架嗎 你就要等到 吃日晚 大家玩玩樂 待會兒覺得有笑話 放鬆 這樣 不要說要吃 說不吃 就實在意 對 實在意 完全就要玩樂 未到水利 躺著就睡著 郭寶貝啊 看了語氣中滿事不捨 卻始終情義相挺 瞻前顧後 不錯啦 算很讚良的人 她的人沒要跟人家製造 她沒要跟人家製造 她沒要跟人家製造 她方向都沒關係 我們只要我們沒有了 沒關係啦 我老婆死 老婆死掉十五年了 只要我再跟她 認識 認識幫忙 這樣 她陪我去釣魚 好 很誇張 對 真正的是老伴 要看你了 陪玩是需要的 因為半間有宴 其實壓力不小 由於曾經發生過 突然叫不到貨的慘痛經驗 郭寶貝啊 很怕再重演 所以總是提早在三個月前 就開始動作 除了兩次了 你剛才豬到三千公斤要多買 要訂 要趕快付錢出去 譬如說二十萬 二十萬趕快給你 你到時候你有漲價 你一定要給我 這個人最困難 最麻煩的是哪裡 這個 這個 錢 錢 錢 老媽媽還請人家 比較多就有了 以前譬如說五六十萬七八十萬 現在要四五百萬 真的人家不夠了 今年付支付多少錢 差不多一千里 差不多有兩百萬 比來勒 這個要搬下去 如果沒有四個就搬了 沒有四個就搬了 沒有啦 沒有 如果沒辦法搬不去 對不對 沒有辦法一定沒辦法搬 走走走 回車來 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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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蝋捲五秒見底 剛傳統好的活蝦 不誇張 十秒鐘盤底朝天 一桌韭菜一湯 全都大受歡迎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喔 那你最喜歡吃哪一道菜 通通好吃 味道 很溫暖的感覺 對啦 希望他能再繼續的搬家進來 不認識啦 就是來這邊 就是來這裡就有一種家的感覺 四海之類街兄弟 跟他們一起吃飯圍爐很好 台灣遊民真的很兇 你別看我這個德性 我殺死去跑過20個國家 我經過東京看過人家日本的遊民 台灣那麼小 每個人很享受 謝謝他 謝謝他 我們也是低收入戶的 對啊 就是也是單親媽媽的 有很多人啊 其實可能不是真的遊民 不是 你這樣我們別想這樣 我們都做家園 廟室的家園是無限的 什麼人都有 你說都要怎樣 家園 保持就好了 不過今天頭一天才會比較多 差不多啊 一頭 幾差不多三百會出來 兩三百會 一般差不多幾兩三百會 紅包現在來不敢本 本一千個 你現在超過一千個 現在一千三百個人而已 阿伯阿伯如果像這樣 今天頭一天就比較多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不會啦 那如果是 如果今天來 我就過來做多了 有的材料不夠 我們盡量讓他吃醋肉 吃麵和米粉 那都有了 樂觀 熱情的掛包貝 總覺得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而發紅包的時候 混蛋的場面 也真實地上演了 他說他沒有辦法偉大到 鼓勵每個街友或失憶的人 重新燃起鬥志 但至少他能滿足這些朋友的胃 再象徵團圓的過年 暖暖他們的心 其實郭寶貝亞自己 也曾經是各方面都得意的大老闆 那是他口中 曾經讓他賺很多錢的 傳統印刷工廠 當時他跟老婆到處觀光旅遊 台灣剛解嚴 他的足跡也騙極了大陸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賺了錢 開始辦街友宴 我有自己七台雞器 外面衛星工廠 做我的禮酒的 做我的 還要六七間做我的學校 我說 我帶花包出去 他說 二十四小時做十五年 以前都做三民書籍的 三民書籍看不起 都信用我 我只有三民書籍 做到八五幾六十 然後做十五年 二十四小時看起來 民國四零年代後期 郭寶貝亞廖榮籍當完兵 每天從穆家老家新龍路 騎腳踏車 騎到了萬華學印刷 靠著年輕勤奮 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全年無休 一手打拼的傳統印刷事業 最後卻關門大局 不是多點 我是電腦淘汰 不是多點 因為就是那個褲子 就是要用電腦來處理 以前那個印刷廠 就因為我的褲子 那種的 手推的 都手推的 這樣哭 哭 哭 一個小時兩千張 現在一個小時 差不多兩萬張 自然淘汰了 那桌下也沒有 有效果 不然刮包是 好像 只要在效 可是刮包比較適合 要效就效 關場之後 當年用二十萬買的昂貴機器 最後回收給破頭爛鐵 只賣了兩千塊 從大老闆的雲端 重重摔下 改賣刮包之後 板斗依舊 桌數沒少 卻反而越來越多 曾經有過錢花完了 宣布停辦 而當時 卻有位退休將軍徐蕾 跳出來幫忙 我想我們來結棒 我做第一棒 所以我就把這個半年的 終身縫拿出來 做這個今年的參會 收下各界的愛心 刮包貝繼續享受著 被需要的感覺 劫有燕也成為他生活中的 年度大事 或許是聽功疼狂 他兩歲之後 就不曾見過面 已經過世的父親 竟然留給他 好幾筆土地 郭寶貝亞 我爸爸花花花的 這就是我們爸爸老了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求到不知道 我們爸爸 死於七十二年了 另外一個地主找 我們要給他買地 後來我們才知道 後來又找到 找到十六筆土地 這真的不知道 郭寶貝亞形容 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有人或許從此揮霍享樂 但很難能可貴的 郭寶貝亞非但沒有 還全數付出 幫助素媚平生的人 我們不要讓自己 比較好過的 要這樣站起來 我很幸運 我沒有欠錢 沒有欠錢 我一天過 差不多 我們兩個人五百塊就夠了 就是這樣的單純簡單 讓郭寶貝亞和郭寶貝亞 兩個人可以一天 只花不到五百元 減不過生活 卻在歲末年中 一口氣大手筆 砸五百萬元 扮鬥氣皆有 郭寶貝亞說 他要辦到沒體力 沒財力為止 當然也希望這樣的善行 能夠有人接班 繼續辦下去 歡迎收看 晉級的台灣 辦街友宴的辛苦 張羅的忙碌 甚至還有部分人士的 耳語謠言 對於這一切 掛包博都用樂觀 隨緣的態度來化解 度過了 但是當掛包博在現場 一個人忙進忙出 看著他突然消失又出現 出現又消失的身影 有人就問 掛包博的兒子呢 怎麼沒有來幫忙 原來掛包博辦街友宴三十年的 善的力量 也給他一份禮物 兒子浪子回頭 接手了他萬華的掛包攤 雖然沒有現身在宴席現場 但他卻是最挺老爸的人 還說街友宴不能不辦下去 我們來看看 鏡頭下的花包博 不為人知的故事 就不要特別覺得是什麼藥物 我來記下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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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興趣都沒煩惱 不然冬天我就回來 種雞雞 雞雞很多 還有烏雞魚 五六年七八坤 簡單的平房 是阿伯口中的山中別墅 被一片綠給擁抱 頗有影視獨居 室外桃源的感覺 今天去賣室很高 有沒有看到 好多 這個山盛 山盛 很多這麼長 這都兩吋都有 下面都是蓮霧 這還會成功 過年餐具的餐具都放在這裡 上面都是 上面都是餐具 30年超過100萬 全部都是用買的 不是租的 全部用買的 那個大鍋 特大號 那個一鍋2000多塊 慢慢買 慢慢買 有的我聽到又放一鍋 開心介紹阿伯的家 第一次開放給媒體拍攝 這是他阿伯留給瓜寶貝 意外的禮物 可以感受到阿伯相當喜歡 貼近大自然的簡單生活 但是真的沒有煩惱嗎 其實瓜寶貝年紀越來越大 很多人擔心他的健康和體力 但是兒子卻說不用擔心 你會不會覺得他這樣很累 那是個人的感受 他累不累 他問他 他說沒有 他會開心 對 他會開心 他會開心 他說我覺得他很開心 開心就做 不然你要叫他做什麼 但健康不用擔心 你幹嘛擔心 他每天過來很快 他當然會健康 忙著張羅掛包攤 他是瓜寶貝亞的大兒子 回家接手掛包攤 才真正懂 為什麼爸爸那麼忙 那麼累 還是樂此不疲 我為什麼回來 因為我以前太陰了 我以前不怕 可是我現在挺而皮 那時候還沒有感受到 他在做這個 街遊宴的一種效應 那後來接著他的攤子 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到說 原來社會上 有這麼多人在挺他 特地來高官 特地來買掛包 買掛包來喝食人堂 那也有很多人 很熱心地來教導我 那怎麼把東西煮得好吃 所以越煮越好吃 那同樣你就會吸引更多人來吃 兒子感受深刻 還說瓜寶貝亞伴 街友宴三十年的善的力量 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甚至讓各種好的感覺 不斷地運轉和發芽 但問到 接班問題呢 他有這個人 他有這種吸引力吧 對 我現在還沒有那種吸引力 那你要去吸引人家說 覺得說他贊同你 要願意這樣子跟你 認同你 對 你付出了愛心的話 你自然一定會得到 得到吸引力 好的回報給你的 這個球是越滾越大 像他做了三十年了 當然他三十年的那個力量 他就很大 對不對 那如果說一般人說 我怎麼沒看到 那因為你只財 你財沒有做很久 不會想要來幫忙嗎 看爸爸這事情 不會 不會 不會辛苦 還是說 有的關係 三十年了 不然是人家多長 不要想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是跟他動作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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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就好了 最主要 不要給兒子負擔就好了 因為 像說我開花的 我又不可以拿錢 你如果不用錢給我都不用 我幾年跟他發紅包 今年發兩三萬 兒子三千五千 發兩三萬 發五 兒子浪子回頭 甚至把掛包攤的生意 越做越好 掛包貝也算是真正退休了 除了過年前三個月不能出門 籌備皆有宴 剩下來的九個月 更是隨性過生活 開車趴趴勾 我看你後面這裡放 冒皮 我在外面村 去釣魚就放在上面 我不在家裡 要比較隨性 沒有啦 要花錢 沒了 沒了 快 快就太多了 太多 這個瓦斯爐 沒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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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格油 這我的釣魚 釣魚 釣魚在這裡 氣格油 我在喝釣魚 這裡是釣魚 這 已經釣魚 在外面就釣魚了嗎 對 兩釣魚 第二個 我在海邊裡泡茶 鍋子 鍋子 你看全部都 大鍋 小鍋 通通就有 這個 我裝備很多 我在外面家裡 不是在外面路 怎麼說 家裡 我就 半年在外面 半年在家裡 半年在家裡 你外面都在家 九三萬四嗎 寬島 那為什麼不來搭爐廈 爐廈 你一天穿五十塊 你三萬塊 一個在三萬三萬塊 吃飯吃不完 對不對 現在最少一圈二 有去住那個廟 差不多兩三百塊 那廟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 我們隨便 隨便你到哪一個 下雨天躲在車裡面 好天氣有時候 帳篷 我也要帶帳篷 帳篷睡袋 那上面就是裝帳篷睡袋 裝備很多錢 烏玉滴生活簡單 自然就隨遇而安 阿伯說 除了半街有宴 其他的日子要找他 不是在山上 就是在往海邊的路上 我要到海邊釣魚去囉 這天不巧 遇上了海象不好 也沒關係 就當作去找老朋友聊聊天 反正生活就是自己找樂子 有能力就幫助別人 有人會說 哇 你喔 你不可以洗 我說你不可以洗 洗喔 流浪汗就沒人沒吃 我後來就不可以洗 我如果說 吃到什麼 八十歲就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我現在七十五歲 八十歲就很高興 那就每天這樣 遊山玩水就好啦 為什麼撿不過日子 到了年底 卻要開大條 一口氣砸幾百萬元 忙皆有厭 買啦 就習慣就好了 做到沒有體力 沒有財力就好了 我不要抖一波抖不行 真的不行 因為太多人支持他 有時候我收到 有時候有體力 不用洗啦 問個平安就好了 沒關係 我是標準的 標準的流浪汗 標準到處食慾而安的啦 對對對 我們都須多 我們兩個人這樣 最好睡 語氣很豁達 而對於絕大多數人 比較難以接近的街友 國外伯隨性不計較的樂觀 用大火濃濃的人情味 炒出最有溫度的盛宴 人越多越開心 開動了開動了 可以開動了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在宜蘭三星山 有一位人稱東海蔥王的林東海 他苦心研發蔥喝的養樂多 也就是特別培植活菌來種蔥 取代農藥防治病蟲害 讓活菌住在田裡 改變土壤的體質 他種出來的蔥 蔥白又長又多汁 但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林東海的手以前可是拿鍋鏟的 對於種蔥他是一竅不同 因為開餐廳經營不善 負債好幾百萬 他只好回家跟老爸學種蔥 靠著不服輸的信念 還有創新的想法 終於讓他翻轉人生 有話說 從餐桌上的蔥爆牛肉 到剛出爐熱騰騰的小籠包 甚至是台灣小吃的代表蔥牛餅 如果沒了蔥這個最重要的配角 怎麼吃就是不對味 尋在蔥香帶到蔥的故鄉 一蘭三溪 號稱東海蔥王的林東海 硬是要把蔥從配角變主角 我們的有機有多健康 就是這樣子 打起來你就可以 剛拔起來的蔥直接生吃 有種自信滿滿的豪氣 因為林東海的蔥 骨子裡流著什麼樣的植物血清 它完全摸透 唯一是他全都自己來 你看我都沒有摸到葉子 對 我剛剛出來 我蔥很少給人家買 連兒子要拔都要好一點 那個蔥損失率 像尤其是冬天耗損率超高的 因為冬天的蔥比較脆 所以說你只要一摸到葉子 它可能就破掉了 誰知盤東孫 莉莉皆辛苦 對於林大哥來講 確實直之皆辛苦 機甲地的蔥除非訓練好拔蔥好手 否則絕不假他人之手 邁向不佳的 生病的 堅持品質的它 都得狠心 去無存精 因為在有機 它這個繡病很難防止 就是把它拔起來 把它這樣子丟掉 喜歡求新求病的林大哥 不充產量 反而從源頭開始改良 青蔥的培育方式 而嬌貴的蔥愛濕卻不耐水 根部尤其容易腐爛 所以它要幫青蔥蓋被子 保溫和調整濕度 防止雜草重生 冬暖夏涼 我們這裡只有兩個風勢 所以說我們就是 你看哪一邊的風比較強 你比較強的那一邊 就是要坐上面 有時候鋪風勢很大的話 它會整個調整 大姐們忙著鋪稻草 林大哥則是一鏟一鏟 忙著挖水溝 他說啊 再不加快速度 變天下雨 水把田溪沖平了 一切就白做工了 今天就一定要搞定 就是要跟著時間再曬好 你知道 像你知道明天要下雨了 你今天絕對要全部搞起來 加班也要加班 釣人也要釣人 我們就曾經有一塊田就這樣子啊 一邊蓋一邊下大雨 那怎麼辦 就放了啊 等好天氣的時候再重做啊 你蓋到手要蓋天氣嗎 對 重做要再付一次錢耶 你要看你水要流哪一邊啊 然後流哪一邊再來你就是 要挖到它水要走得過去啊 你太高它水就爬不過去啊 爬不過去就會積水了啊 這是你挖的 這一塊耶 不然我說我早上到現在快要陰倒了 就是這樣子 找不到人啊 找得到人 我花錢可以解決的那個就簡單了 整地 種蔥 找不到人手 李大哥只好一切靠自己 其實意味著雪山山脈的三星蔥田 好山好水 長出來的青蔥特別的鮮甜 但是林東海還嫌不夠 跑在別人前面 改用活菌來種三星蔥 綠色的 這什麼菌 這就是木梅菌啊 顏色越深到木綠色 表示那一個菌種更強壯 生菌數越多越好啊 可是跟成本有關係啊 本錢 像剛才那個木梅菌是要殺菌用的 我們現在用這個叫蘇利菌這個是殺蟲用的 我們的蔥都是喝羊樂多的啊 這就是我們的羊樂多啊 熊天奶奶羊樂多 讓三星蔥長得頭好壯壯 也減少農藥對這片土地的傷害 更照顧了農民的健康 我們曾經都拿起來吃 最多就是會拉肚子而已 沒問題的啦 OK的 因為它沒有毒 可是這樣堅持走有機的路 老一輩的蔥農們 甚至林大哥自己的爸爸都很反對 老蔥農們認為 用農藥蔥都會生病了 你不用藥怎麼可能長得起來 我有機已經做六年了 因為我前五年 其實我是在去年才開始 有機開始有賺到錢 我前五年都賠錢 所以說因為你都賠錢 所以說他們會覺得說 你好爸收贏 很重要 你沒料 可以等一下你不去賺 你去做這個工具是要做 絕對很大的市場 可是當然要走有機這條路 真的是剛開始會很辛苦 因為你那個土地 像我們剛開始去種 那個稻米 一隻地才收三千多斤 所以說為什麼爸爸會不接受 就是人家都收一萬多斤 胎斤 我們才收三千多 差人家三四倍 他當然不能接受 因為你那個地還沒有養起來 終於到了第五年 第六年 堅持不使用化學農料的土地 變好了 像這個花的話 它叫萬壽菊 它是在防治地下的現蟲用的 不是當肥料 也不是當觀賞用的 它底下的根部有沒有 它會分泌一種植物的毒素 然後你就可以不用去用 什麼地下廠的藥 或是什麼資材這一類的東西 完全就不用用了 用心改變土地的體質 產量增加 品質提升 通路也因為食安問題 大家重視有機變得開闊了 林東海甚至自創 充滿理想品牌行銷 獲得了2013年全國模範農民 查一名就拿到了神農獎 還種出了有機彩色花椰菜 整顆葡萄紫色的 還有金黃色的 一台金市價就要120元 比一般的花椰菜貴了八倍 但不說你一定不知道 現在種蔥 種到被封為東海蔥王 照顧蔥無微不至 大小細節幾乎都自己來的林大哥 原本卻完全是門外漢 我賺的錢就是在這裡 全部都投在田裡面 看不到啊 都沒有聲音的啊 都沒有動的聲音啊 就是每一年都把錢投 賺的錢就是一直投在田裡面 以後兒子他們來接這些田的話 就會很清爽 他就不用再花這些錢了 確定你兒子以後會回來幫忙 最好是不要啦 可是不得已的時候也是 這是最後的選擇 就像你當年那樣 至少有一個後路 對 當初 其實本來人生規劃 是50歲以後才要誤農 結果提早20年發生 原來林大哥的手 在14年前是拿鍋鏟的 股中畢業就離家學習餐 皮膚不是現在的歐心歐心 在當時可是白皙稚嫩 在料理界頗有名氣 30歲開餐廳卻經營不善 負債了將近300萬元 只好回到最輕的家鄉學種蔥 一切從頭開始 那時候小孩子一個五歲 一個四歲 妳要娶老娶老娶老 我算過了 就像繳一個房子你知道嗎 結果妳 一輩子來這裡不知道 只有在還餐而已 我覺得我出生 不是一輩子要來還餐 所以說我說要拚看看 是不得已回來的 那時候妳的想法 其實那時候我們很排斥 我很排斥 我不想回來 因為妳以前 妳是在冷氣房 而且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結果妳現在就突然之間 妳要夏天曬太陽 夏天最辛苦 夏天那個太陽很大 要曬太陽 對 妳曬很黑 對啊 很黑啊 所以我剛來的那 剛回來的那幾天 每天也中暑 每天也工作做到一半 就在旁邊就吐了 就吐了 從原本只要負責收錢 算錢的餐廳老闆娘 脫掉了高跟鞋 換成雨鞋 從冷氣房走入洗蔥池 搖身變成了三星蔥農婦 林太太跟隨丈夫面對困境 沒有想到上天給的考驗還沒完 最慘的是第一年啊 多慘啊 人家說人家這衰的時候 都不會誰拆貴的 那時候就是已經 快走投無路了啦對不對 因為妳還背載回來的啊 倒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妳回來 我們回來那一年 全宜蘭縣從來沒有七十幾天沒有下雨 連續喔 連續七十幾天沒下雨 那一年所有的重衝的人喔 包括我們這裡的前輩 有好幾個人 連種苗都沒有了 那個蟲害很嚴重 都被蟲吃完 我們後來只留一點點的腫苗 就顧那些腫苗 也不賣人 完全沒收入了 上天都已經 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幫妳算好好的 真的很慘 想起當年的落魄 樂觀的林大哥 突然神情落寞 不乏一語 環境所逼啦 就已經是這樣了啦 妳就要面對啊 那時候是也有勸她說 再繼續再去餐飲業啦 但是說實在的 我們有負債 所以她算給我 她會算給我聽啦 說如果我們要還那些債 如果以她的薪水跟我的薪水 這樣子要很多年啦 所以就是賭賭看啊 我覺得說 我應該不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妳連檢查都還沒刺到 妳怎麼可以說 一年就知道我輸了 沒有那樣子的啊 哪有 老天爺也會考驗妳看看啊 對不對 妳那裡不好 然後回來再給妳更不好 看妳撐得下去撐不下去 對不對 林東海硬著頭皮撐下去 不懂的就虛心請教 靠著跟爸爸 鄰居 農藥商們 聊天學種植的撇步 人家怎麼說他就是事 幸好第二年打平了 第三年開始獲利 拍公天天價的時候 五六百塊那個時候 我有賣到那裡的一批蔥 那一種賺到錢是運氣好 因為為什麼說運氣好 因為我那時候是完全 沒有什麼技術基礎的人 雖然賺到錢 但林東海心裡不踏實 因為他深知自己技術底子不足 所以積極到農會 到處去上課學習 做到撲鼠的人 不一定他後正常 可是他在牽涉很多 他在牽涉 我們在牽涉做 所以說學者跟生產者 這個食物面兩個要配合 要結合 然後這樣子結合以後 然後再藉由實驗田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實驗田 這樣子的結合以後 我們的技術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提升上來 我到現在還在學習 學不完的技術 還是我們會把成功的才推廣出去 講到實驗田 令東海眼睛發亮 整個人精神都來了 他喜歡實驗 因為這代表著改變和進步 目前今年度有四場 那個是我們做一個無病毒的種類 每一顆蔥 把一個葉子 經過植物血清的浸泡以後 再跑電腦數據出來 看他有沒有帶病毒 然後這個工作我們已經做七年 做一個實驗就花七年 目前也還沒有很完全 如果你不前進 其實就是屬於退步 你要進步 你就是要不斷的去 當然實驗未必會成功 可是你不去做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再突破 像這樣的往世種蔥 也是意外收穫 原是夏天時為了抵抗颱風做的實驗 沒有想到連帶遮陽效果 卻讓蔥長得比露天種植的更漂亮 當然實驗馬 大多數還是失敗的 損耗多少都無所謂 我曾經做過一場實驗 種一百顆蔥 剩不到二十顆 十七八成 我不會心痛 可是我要學者回答我說 我的蔥是怎麼樣沒有呼吸死掉 我很享受在這一塊 其實我們把種蔥 跟我在做料理是一樣的意思 做料理是不是要放調味料 你加糖就變甜的 加鹽就變鹹的 加辣椒變辣的 一樣的 我們如果加什麼東西 在我的蔥裡面 它如果可以更好 那這樣子 我們的品質 或是我們的產品 它的競爭力就會比較不高 林大哥開微笑說 電腦不僅僅會很輕鬆 還會很輕鬆 它相當樂在其中 因為實驗 代表著進步跟分享 也因為不斷的實驗 三星蔥的品牌 可以繼續省量 切起來就會 刀子越粒的話它就會 聲音會更好 因為我們的蔥夠脆 其實像我們這個頭已經去掉 這樣子還有超18公分 我們的蔥大概都介於18到21公分 一般的蔥的話 大概介於10公分到15公分 現在擦了 擦了超18公分這樣子 刀把利多切下 林大哥說要做幾道蔥料理 給我們品嘗 問他會不會懷念當年當廚師的時光 他不服輸的個性 說著他未來的夢想 懷念沒有用 懷念都是過去的 我們要向前看 錢 前面的錢 應該都有啦 一定會再開一個 採預約的那一種 然後吃完飯 喝喝咖啡 聽聽鳥的叫聲 我到現在對料理還是 它還是我的最愛 比我種蔥還更喜歡 我還是想說 在我的田圈 有機田圈那裡 蓋一個小小的餐廳 然後菜 客人你自己去拔 有我幫你搭配怎麼吃 做創意料理 應該會執行 一定會執行 只是說哪一年會做到 不知道 還是想開自己 還是想開 對 我希望你們成功 OK 那時候請我們來吃 好 沒問題 請大家來吃 好 OK 一切歸零 用不服輸和創意 把喝養樂多的三星蔥 發揚光大 也翻轉出精彩人生 真正的豁達和不計較 才能擁有更自由宽廣的人生 而堅持對等目標 不像內境妥協 也一定會有另外一條美麗的出路 我們看到了瓜包伯和林東海 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希望帶給大家更多體悟 靜姐台灣 感謝您今天收看 我是老婷天 我們下次再見了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